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不过内 我是Rachel 黄瑞秋 现在香港经济情况 大家都有目共睹 零售和饮食生意差 地产市道不好 私人地产项目大量减少 股票IPO又少 集资额又少 即是香港的金融和地产两大服务行业持续萎缩 刚刚香港文言有一个调查报告 说到很多香港人都担心未来可能会有失业潮 现在香港的失业率整体数字不是差 是3% 即是说 几乎是全民就业 香港未来的整体就业情况 看回未来的数字 不过 小时候 爸爸妈妈很想我们做医生 做律师 不过 不知道现在 爸爸妈妈还想不想我们做律师 现在律师行这个行业 向香港来说就非常令人担忧 现在香港有很多间外国律师楼里场 而那边商 法律系的毕业生和职业律师就持续在增加 有分析说 这种增多触小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 很可能会令到法律系的学生成为现在一个新的词会 叫做烂美娃 什么叫烂美娃呢 烂美楼就听得多了 烂美娃是什么来的呢 烂美楼很明显就是说 买了楼花之后 陈楼最终起不成 而大陆把小朋友叫做蛙蛙 所以烂美娃就是说 在现在这个中国经济环境之下就业困难 大学生不业之后 没办法顺利进入职场 就是找不到工作做 所以叫做烂美娃 就是说这个小朋友烂了尾 现在香港这个情况越来越大陆化 大湾区化 同时 烂美娃这个现象也开始在香港出现 注册的外地律师行 由2019年到今年 少了差不多接近两成 而这个是说 少了的注册外地律师行 沙尔额可能就少了超过两成 有些是在捱着 不执着 但那边商 从今个学年2024年 法律学试人数就达到了高峰 但未得的 因为读完法律之后 要想成为律师 还要实习一至两年 但很多人就说 律师行的实习空缺很少 有些人甚至要等一年才有机会实习 在香港律师这个行业到底发生什么变化呢 刚刚说的是注册的外地律师行 而根据香港律师工会的数据 自从2020年以来 有32间律师事务所 已经撤离或关闭香港的业务 在香港 律师这个行业在萎缩 具体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什么律师楼受到影响呢 譬如今年7月3日的时候 美知的德杰律师事务所就宣布说 今年将会关闭在北京和香港的办事处 德杰在香港有14名律师 包括了4名合伙人 在北京有3名律师 而德杰在去年时已经注销了上海的办事处 德杰说 将会继续透过新加坡的办事处 为亚洲客户提供服务 在全球四大会计师行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在香港的法律分支机构叫做林珠律师事务所 在今年1月23日已经停止了营运 另外一间四大会计师行之一的北马威 在香港的关联律师事务所 福沙利律师事务所 在今年4月30日已经结束在香港的业务 说回刚刚提到的注册外地律师行 根据香港律师公会的数字 在2019年是91间 今年6月份是74间 即是跌了18.7% 接近两成 而注册外地律师数字 2019年是1688人 到今年是1471人 即是减少了13% 这是外地律师数字 香港毕业生是多了 就连本地律师行的数字 也比较2019年是减少了10间 现在有922间 从律师楼的总数来看 即是外地注册的律师行 和本地律师行加起来 到今年6月份的时候 律师楼的总数是996间 比2019年的1023间 减少了27间 但如果跟2020年比的话 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因为2020年的时候 律师楼的数字 比2019年是多了 当时2020年 总共有1028间 如果跟2020年比的话 即是外地和本地的律师楼 总共减少了32间 这些是撤离或是结业的律师行 除了这些之外 全球最大的律师行之一 欧华律师事务所 和香港历史最悠久的 Dickens 律师行 和其他法律顾问 例如麒麗律师行 和敏德律师事务所 都在缩减香港的规模 不止是说这些律师行 法律招聘顾问公司 Louis Sanders 的报告就说 自从2021年开始 企业的内部法律职位 一直在减少 部分原因是说 一些公司 将他们的亚洲总部 从香港搬到新加坡 香港律师楼在减少 而公司里面的法律职位 也在缩减 但是香港律师的人数 就在增加 始终每年都是新的人入行 新入行的律师 比退休的律师多的时候 就会看到律师的人数 不断在膨胀 事务律师的人数 在2019年时 是10,344人 去到2024年的上半年 是11,553人 即5年之间 增加了差不多12% 而大律师 在2019年底时 是1,560人 去到2023年11月时 是1,664人 增加了差不多6.7% 另外还不断在增加法律毕业身 在香港 要注册成为律师就不容易 需要 拿到法律学士学位之后 完成一年全日制 或者两年兼读制的 法学专业证书课程 读完这个课程之后 想成为大律师的话 需要跟随职业大律师 实习一年 如果想成为事务律师的话 虽然在律师留读 或者在律政师那里实习两年 最近 彭博引述了一名姓朱的本地法律毕业生 他估计在70个同学里 有两成就不会入读法学专业证书课程 而他自己就一定要等一年才有机会实习 但是2023年至2024年这个学年 法律学士人数达到了高峰 根据三间提供法律学位的大学 向立法会提供的资料 2023至2024年这个学年 连双学位的法律学生入学总人数 有510人 这个数字在2019至2020年这个学年 只不过当时是382人 即是说今年比2019年至2020年的时候 增加了33.5% 即是说四年之后 抢十杂名额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 一旦律师这个行业 持续萎缩的话 就没有足够的十杂名额 也即是说 不作业之后都达不到入行的门栏 因为没得实习 一名香港的执业律师陈先生 接受大纪元访问时就说 他说以前新股上市很长旺 就连十杂律师也不受没有公开 最旺的时候 叠头公司会按住公布的执业名单 逐个打电话去画角 不过 他说现在连物业买卖都偏淡 转积做公司律师 即是in-house律师 他机会也少之又少 看回大纪元的图表 根据港交所的数据显示 2023年的股份集资总额 包括了新股和次级市场 是1507亿港币 比较2021年的高峰期 7707亿港币大跌了八成 2024年的头7个月 只不过是812亿港币 按今年头7个月的数据来推算 全年的集资总额 预计大概是1393亿港币 这个数字比去年更低 假设IPO到今年下半年才发力 但集资总额也不会多很多 比我2021年的7千多亿 除了上市的生意少了之外 地产对法律家来说 也是一块很大的饼 看回大纪元的图表 根据香港猜股署的数据显示 各类型物业的成交额 比高峰期下跌了不少 一手的住宅在2021年的高峰期的时候 是2308亿 到了2023年的时候 是1276亿 跌了44% 二手的住宅在2023年 比2021年的高峰期 跌了差不多48% 看回今年上半年的数字 如果看一手住宅 因为撤了蜡的关系 所以数字不算太差 但是去到二手住宅 社字楼 商业楼宇 工厂大厦 非常低 总金额比去年来说 少得可怜 即使已经过了7个月 和4个月的努力时间 但应该追不到去年的总额 金融市场股份集资 需要法律服务 而地产每一宗的成交 都需要律师去处理 看照这两样东西的总成交金额 除了执业律师的总人数 去计算数 粗略估计 2021年 平均每一名执业律师 就处理1.41亿港币的金融地产交易 到2023年 跌至每一名律师 就处理5千万港币 直到今年6月份 就变成了人均 只是处理大概2千9百万港币 这只是非常粗略的计算 因为不是所有事务律师 都只是处理金融地产业务 律师还有其他业务 但香港的主要业务 就是金融地产行业 现在他们在大幅萎缩 一定程度反映了律师这个行业的前景 所以我们看到 昔日香港精英人才 趋之若勿的律师专业 现在面临着南美娃的困境 今天新闻不过 我们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